接下來是我們剛才教過的東西,但是算是在複習一遍 然後找人上來,找人回答我的問題 第一個,要怎麼加酒精? 要如何加酒精? 你們的班的籤筒,這個人叫做12號 12號,小老師大人,如何籤加酒精? 用什麼玩意兒,什麼器具,什麼東西添加? 你說什麼? 漏斗,請坐下,用漏斗 請問你要加多少? 請問你要加多少? 這個叫做看不見 找個帥哥男,這個是30嗎? 30嗎? 好,30 30 30號 30號 好 8分滿 請坐,加到8分滿 請問你要怎麼樣去點酒精? 要如何點酒精?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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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東西點酒精? 聽不見? 火柴 請坐 火柴 火柴 打火機點酒精 請問你 要怎麼樣 把它給熄滅? 要如何熄滅酒精燈? 要如何熄滅酒精燈? 我要找一個男生 我要找一個男生 24號 24 起立 用燈照 蓋錡 請坐 請問你 萬一酒精燈不勝溢出 要如何處理? 如果酒精不勝溢出 要如何處理? 11 11號 你為什麼會不知道題目啊? 用燈照 用燈照 內褲 濕 濕 內褲 有燈跟不勝外異 要如何處理? 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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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都處這 回答我問題 要濕白 是我不蓋 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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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杯燒瓶 蒸發米 要間接加熱 請問你 如何間接加熱 如何間接加熱 必用陶瓷纖維網 3 3 有水加熱 3 有水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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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纖維網 請坐 要用陶瓷纖維網 要用陶瓷纖維網 請問你 陶瓷纖維網有什麼用處? 陶瓷纖維網 有啥用處? 陶瓷纖維網 有啥用處? 先問你要吸釋濃 要用吸釋濃油霜 像吸釋濃滑 要用吸釋濃血 濃油 vapor ait溪水 加熱 23 加熱 將濃硫瘦緩緩倒入水中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No.15 因為濃硫瘦會脫水 它會搶水 會有爆炸性的建設 好來 這個要看過了 我講過的上面沒有一個人的事情是對的 每一個人都錯都是錯的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我們的 酒精燈 你如果要擋風幹嘛 就要找那個什麼鋼板有沒有 躺住 不可以用書本宜蘭的 用書本墊高 還有什麼書本幫它擋風 都不可以 都是易蘭容易著火 容易著火 這都是不好的 我告訴你 實驗室不可以吸氣 奔跑 推擠 打鬧 這個叫做 藥品不可以去吃它 藏它 但它是鹹的 對 對 這個是加熱 這兩個人的加熱 一個共同的錯誤是 他們都 他們都那個 眼睛一看著那個試管口 上面那個傢伙 還多做錯一件事情 他加了位置不對 加了位置不對 加了位置不對 加到那個飾板夾上面 加到飾板夾上面 加到飾板夾上面 上面那個人 右手邊那個人 還多一個錯誤 這間實驗室呢 其他人都有戴安全眼鏡 他沒有戴 當然你們我們在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安全一點給你們 但是比如說他要戴 他沒有戴 他都會做這個錯誤 這個就是雜物 東西不要有雜物 會容易幫你半倒什麼什麼之類的 一定要做 萬一有髒的不好的東西 要趕快就洗乾淨 不要丟在那裡 這個傾倒的東西 就要第一要把它處理掉 用過的燒杯燒瓶 立刻馬上就清洗乾淨 不要丟在那邊 那這個人蚊的方法是錯誤 我們要用傷蚊 蚊拿鼻子去接蚊蚊 好 傷蚊 這個人做錯的事情 主要在他的衣服 會跟剛才剛剛有一個女生一樣 我們進實驗室 高中會要求 國中沒有 高中會要求你進實驗室 要穿實驗衣服 實驗室長袖 你要把你身體盡量遮蔽 不要去碰到化學藥餅 就要把長袖捲起來 露出他那個優衣 沒啪啪的手 這樣就不對了 就不對了 好 這個就不要講了 拿那個卓士提搓那個紙叉子 神經病 OK 這個女生做錯的事情 這個女生做錯的事情有兩個 第一個是 她的眼睛沒有看到她的藥餅 第二個就是她的頭髮 進實驗室 就是要注意不要很容易帶勾帶勾 會被拉到 所以女生的頭髮要把她綁起來弄好 不要她挑來挑去 容易被扯到拉到都不要 跟她的男生一樣 能夠遮住就盡量遮住 然後不要有任何會被拉到扯到 所以那頭髮就容易被捏著了 這個要做實驗室不可以飲食 實驗室不可以吃東西不可以飲食 所以這個 一張圖片裡面每一個人做的事都錯的 要幫各位複習一下 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以上 OK嗎 OK